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川姐频道 进入八月 历秋后的节气 农作几个月的人们开始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今天我们去卡尔加里附近一个很有名的农场 萨斯坎通 Farm 开出城外 田野的秋季风光 真的让人心旷神怡 我们这个省地主近两千米的高原 当地农民以畜牧业为主要产业 这里的牛肉闻名全世界 也大量的出口美国 一家人只要勤劳 种上大片的饲养草 日子也可以过得小康 这些都是沿途的乡村农舍 丝毫不比城里的条件差 我们要去的这个农场 炮栽种蓝莓 走出了不同寻常的路 农场的主人是一对夫妇 在三十多年前买下这片土地 种下了大片的蓝莓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这里不但蓝莓丰盛 而且农场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小社区 有农贸市场 小商品市场 有餐馆 咖啡馆 旅游商品店 还有很多的温室 等等 为当地的社区做出了很大的经济贡献 也为卡尔加里市民提供了夏日采摘浆果 休闲的好去处 到了 这就是农场的大门口 很有特色 这是农场的停车场 有好几个这么大面积的地方 提供免费停车 到了江国采收季节来这里的人们 络绎不绝 周末上午不到十点 这里已经没有车位了 比我们来得早的人们 已经收获满满 开始离开了 采摘浆果的人们 在入口处淋一个小桶 每个人交两家币的门票 就可以入院采摘 里面的浆果 随便品尝 这只猫可是农场的网红猫 很多人都修过它的图片 看看满树的蓝莓 迫不及待 享受采摘的喜悦 萨斯坎桶是蓝莓的一个品种 非常的甜 口感不错 孩子们在这里边吃边摘 大饱口福 在暑期过上一个有意义的收获日 看妇女俩互相交流采摘的经验 光靠游客采摘是消化不完这么多蓝莓的 所以农场的机器来了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基建化的采摘 前去看个究竟 他们每一行蓝莓种植都留下了足够的距离 就是为机器采摘 量身打造的 机器接触蓝莓枝干的地方 像树子一样的设计 把树枝上的蓝莓弄下来 经过古风机吹出树叶等 蓝莓就自动输出到蓝色的箱子里了 浆过很多 机器走一遍 还摘得干净 估计得来回操作好几遍 这块地是农场种的西葫芦菜地 不属于可以采收的范围 这边是樱桃园 采摘的人很多 但是这里的樱桃比较酸 我们没有去摘 可能是气候的原因 这边的樱桃很难种出隔壁 BC省的樱桃味道 这是我们今天摘的蓝莓 怕吃不过来 没有装满 收费15加币 非常的划算 这是农场的温室 这间温室的无花果树 无花果在我们这里室外是不能过冬的 只能种在温室里 所以在我们这边无花果是稀罕物 采完了南莓到农场其他地方看看 这是一条不长的街道 很有印第安人文化的氛围 这条街道上有咖啡厅和一家餐馆 这里是一个不大的小商品市场 当地的人可以在这里摆摊卖些小商品 有时间的话慢慢的看 也许能淘到一些有特色的物品 农场接到两边的装饰也非常不错 既展示了农场的氛围 也进入了农场的历史 看似鹿牌上面展示了农场的种植作物 非常有创意 这边是农场的蔬菜市场 既有农场自己生产的蔬菜 也有从必顺顺农场运来的新鲜蔬菜 价格也不贵 这个从BC省运来的玉米非常好吃 既糯又甜 蔬菜的品种也很多 这个季节的蔬菜几乎都有 这个季节的蔬菜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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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这边是农场家禽饰饰地 规模不大 但是给小朋友们一个观察小动物的窗口 这样的大龟 最近农场有很多汁呢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 还有一个小朋友开心的小活动场座 农场 农场夫妇经过30多年的打拼 把农场建设的如此美好 算得上一个励志的榜样吧 凡是来过这里的人都非常佩服他们吃苦奋斗的经历 网上可以看到游客们给这里游玩体验都打出了高分 这里的设施服务都能让来者满意而归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 请点赞订阅点击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